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神君 咱们不是要去娶日月戟吗 为何会来这儿 你有所不知 当年神界遭风劫难 智阳神尊 将日月戟抛下三界 化为晴天柱 定为仙妖分界 您是说 日月戟曾在这晴天柱里 那为何过了这么多年 您和天柱都不来娶呢 让神界留在此处 岂不是给妖族有机可乘 就连妖神天柱 都娶不走日月戟 其他妖族 又能如何 这世间 除了智阳神尊本人 能娶日月戟之人 就只有你了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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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现在 去吧 白绝神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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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青龙台里的死 天后说的没错 一些木体内的确有一股妖力 偶尔会没有失控 刚才在去日月戟的时候 我那股妖力又 这到底怎么回事 青木也不知道 你天生不凡 只要这股妖力 有助于你修炼 就无需深究 这日月戟 镇守仙妖边界数万年 自然会有仙妖之力残留 可能是那些灵力 进入到你体内 对你产生了影响 沈君 青木有一事相求 你先把日月戟收好 将来还有大用 且回北海去吧 青木 你是被太苍枪选中之人 又是三界之中唯一能取日月戟之人 听我一句劝 你和后池 不过是露水情缘 沈君 今日我既能取得日月戟 你大概能猜到我的身世 这些日子 我再三思考 恐怕 是要违背你的意愿了 既然已经猜到 又为何要选择 又为何要选择儿女情长 也许我和后池 最终都将由真神来代替 但我与后池的情 是真挚的 是比我性命还重要的东西 如果现在放弃 将来定会后悔 还望沈君成全 先起来 若沈君不同意 青木便常归不起 和我玩这刀 青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劝也劝了 拦也拦了 骂也骂了 本君是没辙了 多谢沈君 我可没答应你 是你执意要如此 将来莫要怪我 沈君放心 青木 定会保护好好吃 你要好好待的 每一天 都要好好待的 罢了 就这样吧 神君不好了 何事 仙妖两竹在罗刹地开战 霍连人间 后池独自去了罗刹地 阻止开战 他有两把神器在身 足以解决仙妖之斗 保护好后池 你和我去另外一个地方 何处 天宫 天宫 如此强的灵魂 如此强的灵魂 故随 気遇 离灭 请 厚持上人,你来此处,又想恒生什么职劫? 先妖娇战,牵连人间,祸及凡人。 罗刹地下地北城,已经成为一片炼狱。 若你们再不停手,休怪本君今日大开杀戒。 区区凡人的生死,怎及我先祖的安宁重要? 守护人间,是天宫的职责。 你是天宫的皇子,怎可漠视人命? 我天宫数万年来,为守护苍生死伤无数仙家。 你青池宫偏安一鱼,不曾出得半分力气。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儿教训本殿? 今日,我就替天帝好好教训你。 厚持,你真要与妖族为伍? 本君不骗台任何一方,若你们停手,我便立即离开。 休想! 厚持 母神! 见过天后! 你果然与妖族勾结,难怪妖神为了你大闹天宫。 当日本军在青龙台,就该将你拿下!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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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